早上八点整 所有的钟音乐奏响 所有的海军军舰升舰手旗 由于我这个镜头的焦距短 可以在正前方看到舰手的太阳旗 刚才诸船都是没有舰手旗的 现在所有的军舰都升起完毕 在我的后方 是十四英寸战略舰的主炮 主炮描向的方向是一个小教堂 小教堂的左侧可以看见一个电子钟 刚才奏国歌升国旗的时候 小的电子钟也敲响了钟响 现在远处军舰上开始吹早号 早号之后是口哨的声音 在这几艘护卫舰驱逐舰的右方 是一艘潜艇 我现在正朝那个潜艇的方向走过去 在这些太平洋 西太平洋最先进的 最有经验的海上 武装力量的前面 人可以自由的拍照 没有人来干涉 这个人大概是个军迷 他在包上写的是自卫队的特种部队 我正前方就是一艘潜艇 应该是核潜艇吧 我现在从右往左摇一遍 潜艇 护卫舰 远处可能是驱逐舰 现在的新式的军舰 你都看不见他的炮火 我前面那个也不是最新式的 新式的都是用防护的钢板挡着 你看起来都是见能见脚的 只有要发射导弹的时候 会把那些钢板向外炸开 才露出他们的武器 在正前方就是那个 大概14英寸的废弃了的主炮 主炮的背后那个尖顶的小方 是个小教堂 这就是横须河港 在那个世界上大多的那个民主国家 军事基地都是欢迎人家开放的 开放的欢迎人来参观的 因为武器不是用来使用的 而是用来起威慑作用的 这跟中国古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是一个道理 就像警察 警察不是为了抓人的 而是警察在那显示有警力 提醒老百姓不要犯罪 而不是等他犯了罪 再来过来发钱 这是日本海 横须河港 在那艘我正对着的 灰箭的箭手 箭桥上 你能看到最亮的那个部位 有一个八角形的东西 那就是宙斯盾雷达 台湾翻译成叫神盾 这神呢是众神之王 就是希腊罗马里的宙斯 宇宙之王 众神之王 最大的神 这就是目前海军最常用的雷达 雷达有好多种 现在最新采用 和威力最大的就是 向公镇雷达 你看我右手的那些军舰 在箭桥 哪是箭桥呢 就是最高的那个主体建筑 那个八角形的东西 颜色稍微浅 远处那艘 护卫舰 前主炮后边 就是箭桥 箭长指挥的地方 你能看到那个八角形的东西了吧 上面有一点红 下边有一点红 那就是宙斯盾雷达 宙斯盾雷达可以防卫敌人 也可以让自己的火控系统 打得更精准 而在那之前 一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 完全是光学瞄准的 那还是巨炮时代 我左边就是巨炮 我认为这是个 14英寸的主力舰的主炮 是主炮 他没说 应该14寸 因为14寸是 一次大战时候的 那个英军的主 战略舰的主炮 他说这是第四号炮 翻就是号 是吧 第四号就是尾炮 关于这炮呢 也特复杂 有人喜欢前主炮 后主炮 有人喜欢测悬炮 因为按照各种不同的道理 炮的威力 在实战中 是截然不一样的 世界海军之父是英国的 纳尔逊 纳尔逊12岁当海军 镇压过美国独立战争 跟法国也开过战 纳尔逊跟法国打仗 是最著名的是 塔拉法加之战 1805年吧 全揭了法国和西班牙的 联合舰队 但是他自己在这场战争中 也牺牲了 以前呢 他就一只眼睛 一只胳膊一条腿 现在在英国伦敦 有个纳尔逊广场 那立着一个纳尔逊的碑 纳尔逊最有名的话叫 每一个人 在他自己的位置上 这句话 这句话被不同的人 翻译成不同的意思 被山本56 和山本56的老师 东向平和八郎 翻译成 黄国兴王在此一举 其实人家的原意 不是这种极权主义的话 而是英格兰 need every man on his duty 就是每一个男人 在他的位置上 自卫队海军 你看他的帽子上 有两个 两个黑 新卡下 新卡下 我的喜欢新卡下 新卡下 你看这个自卫队的帽子后边那两个小黑带没有 全世界的海军都有这两个小黑带 那不是侧风向的 而是为了向纳尔逊致敬 纳尔逊死了以后很悲惨 他自己有媳妇 他不喜欢 他又爱成了一个鸡 那个鸡好像叫 麦克米伦夫人 还是什么夫人 我记不住了 他临死的时候 跟他的副官说 好好照顾这只鸡 但是 他又成为了民族英雄 确定了 伯利丁帝国上百年的海上霸权 可是英王 没有照顾他的女人 他的女人以后是鸡 有个电影叫 那个叫 什么什么的夫人 就是讲纳尔逊的 纳尔逊是个悲剧 你要是看这个电影 有黑白的 主演的就是 演莎莎比亚那人 是叫什么 演他的这个情人 那只鸡的 就是飘里边的绯闻力 丘吉尔特别喜欢看这个电影 二次大战中的时候 英国被德国打得快败的时候 他一直在那看这个电影 据说他看了几十遍 一边看一边发抖 以至于他手上的戒指 把那个 太宁街10号的 那个沙发的椅背上 都勒出一条沟 这里是横须鹤杠